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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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完第一點 這是海裡要抓黎黎鱷 對 用一切要等 有嗎 有 有耶 有 怎麼了 有 這這裡 我們現在是烤粉絲 還有一隻 還有一隻 烤粉絲 我帶你去外面當天 你不要再叫我出海 沒有 做這種大船出海 小出海 一定會 這個 這是烤肉的吧 它等一下可以烤肉 人家在鑽油一起 在鑽油 看到嗎 這顆… 這顆大… 目標魚是什麼魚 大隻骨 好可憐喔 5 4 3 2 1 3 3 2 2 2 1 3 2 3 1 3 3 4 1 1 4 2 3 這裡是大鵬灣的跨海大橋 以往大家對它的印象 大鵬灣就是一個夏天來的景點 有的人呢 是為了要到小琉球而過境 有的人呢 是要去東港吃黑鮪魚 在這細湖的另一端 有個地方叫做南平半島 南平半島上住著的人們 在大鵬灣這座橋 還沒蓋起來以前 他們有著什麼樣 特殊的生活方式跟型態 開始 大鵬灣是台灣唯一的單口細湖 如果從東港經過跨海大橋過去 就是所謂的南平半島 以前這裡的居民 除了出海捕魚 其他都是以靠製作細湖為生 隨著時代變遷 這裡的漁村文化也逐漸轉換 走 我們一起去看看 這裡的新風貌吧 沛雲 妳今年幾歲 我今年剛滿27歲 每個地方你覺得去到在地 最好的觀光模式是什麼 最好的觀光模式 我自己最喜歡就是 深入地方的生活 對 然後好好去體驗在這裡的人 怎麼去就是在這裡生活的方式 而不是只是問導遊 然後來到這邊 吃吃這裡的民產 然後買買伴手禮 然後你就離開了 對 你覺得可以好好的玩 有什麼方法 今天可以用就是騎腳踏車的方式 就是不用騎機車 它速度其實是 腳踏車是剛剛好的 來看清楚周圍的風景 走 我們來騎腳踏車 來去附近走一走 好 沛雲他們幾個年輕人 為了能夠活落南平半島 除了設計單車動線 帶著外地人漫遊社區 也會一起拜訪當地的居民 體驗在地的漁業文化 南平半島這邊人的生活模式 大概是屬於什麼樣子 以前這邊傳統上 蠻多人在大鵬灣裡面養牡蠣的 但後來發展觀光之後 就是你所看到兩邊的漁蚊 主要是以養這個石斑 龍戶斑為主 然後還有小部分的人 他們是會去做遠洋 或是近海的葡萄漁業 那有一部分養殖牡蠣的人 它就是會改到 旁灣道路旁邊的這個漁溫裡面 做牡蠣的讚養 所以它還是以養殖業為主 對 然後也是跟漁業漁村的一些文化 還滿有關係 從身旁經過的地景地霧 了解到在這裡生活的人們 以什麼為生 但他們的歲月裡又經歷了 什麼樣的大風大浪呢 那我們得停下車 聽聽老船長的故事了 來 老船長 前面我要再來 前面我們這個要怎麼綁 我剛才綁起來綁起來 有什麼不記得 這裡在這裡 這裡在這裡 這裡有什麼 這個位置 對 第一兩面 第一兩面 對 怎樣 這樣 你都會做了 對… 這些就是漁村的好玩的地方 你從以前這樣生蜜蜜 生到現在 你也是現在一直在生 沒有 我以前生蜜蜜 以前是在養蜜蜜蜜蜜蜜 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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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算超過15年喔 對啊 所以你以前拋船 可是我聽他 我聽他說過很多故事的 他以前還有什麼海盜 那是冰蜜蜜蜜蜜蜜 對啊 被菲律賓蜜蜜蜜 要開船回來經過他們的海 對 同台要來 經過他們的海域 對 建船的 軍隊的 你這樣子 你還會想到說 你們小孩怎麼不注意照顧 沒有注意跑 老船長 辛苦了 辛苦了 我看一個小孩 還不說是跑船 真的 老船長退休了 但是卻是閒不下來 藉由傳授魚線椅的製作 我們從中也聽到 許多跑船時的冒險故事 每一段出海都是生死交官 每一次回航都像歷險歸來 最後老船長總結說 所以我們土海人就是天宜公子 而接下來佩雲說要帶我 去玩玩當地人的休閒娛樂 這裡是我們休閒活動是嗎 但是以前就是小時候 正把他們在玩樂的場景 農忙之後的休閒活動 也是食物來源之一 食物來源 對 對 我們小時候 畢竟經濟比較差 能夠獲得的食物真的比較少 對啊 所以我們就必須 在海邊來取一點食物 好 我們這個地方叫做 月牙灣 月牙灣 我們的海岸剛好在 環境環境環境 像個月亮 對 月亮的概念 阿伯也這樣是 因為小波塊的關係 你們小時候都在海邊做什麼 這個釣沙蟹是很重要的一個 釣沙蟹 是我們自己的活動 最多 我們小時候最多是這種 叫勝利利民蟹 很容易取到 很容易釣到 它多大 最大的可能只到巴掌 最大 我們在市面上 市場上是買不到的 沒有人在捉 沙蟹 我們都是要靠用這樣的釣 OK 另外第二種是就是腳眼沙蟹 腳眼沙蟹是它會在沙灘上挖洞 釣的 這是海裡要抓黎明蟹的 我們是用釣的 那我這邊有放了秋刀魚 OK 它腥味比較重的 然後它聞到味道會出來吃 出來吃就會被這個流翅王拌到 好 好 那我們就到海邊去了 從這邊 來喔 所以我們現在開始釣 你要怎麼釣 這個要幹嘛 插在那邊 就是插在沙灘上 好 然後呢 來 把它插上去 插住 不要讓它跳走而已 這個呢 用標的標下去喔 對 這個就把它丟進去 丟到這個線的釘頭這樣 這個我丟 現在順風很好丟耶 現在順風超好丟 等一下 不用甩的比較簡單 你沒丟出去的嗎 怎麼可能 1 2 好 好 搞定 丟下去之後 再來就是等待 這個時間我們就是來挖腳眼線 這一定有 這一隻一定有 這新鮮的啊 這剛挖而已 對啊 這剛進去而已啊 對 內行人 這個一定有 好 那一般我們在挖這個 我們會捧乾沙來把它放進去 因為乾的沙和濕的 然後它顏色不同 那乾的沙放進去之後 我們就沿著乾的沙的走向來 就可以找到它的洞 它好像馬上就看到了耶 一隻洞的那個走向 我們可以感受得出來 不好意思 你剛剛有看到螃蟹嗎 剛剛好像有看到它耶 真的假的 這邊 這裡 我已經摸到螃蟹了 對啊 在這邊啊 有在動 等一下 好 這個時候交給我 它在我手裡 淋有水了 在這裡 它在我裡面 在這裡 在這裡 它還自以為躲著有沒有 它還自以為躲在這裡 你一撥它就彈走了 來 在這裡 它還自以為它躲著 來 等一下 給我一點點水 它應該 我怕它會彈走 爸爸把你抓到眼前 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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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它出來了 它隨便 我沒走 我沒走 眼睛彈起來有沒有 眼睛彈起來了 眼睛彈起來了 有眼睛 小眼蟹 這就是小隻的 你看 兩隻眼睛彈起來了 謝老闆 謝老闆 它就是謝老闆啦 就是謝老闆的樣子 沒有 打從裡面謝老闆的樣子 就是這樣對不對 低一點 所以這個就是 其實要教大家挖螃蟹 也是要這樣挖 不… 你看 它就會在你手上不動 因為它覺得它還在沙子裡面 它就覺得它好像還在沙子裡 可是它不會動 鄭巴 你說你小時候挖這些沙蟹 沙裡面的螃蟹 你挖起來以後你們怎麼吃 這個最簡單的就是水煮 水煮就可以了嗎 對 它只是當一個零食的概念吧 因為它很鮮甜 對啊 你挖多一點就一道菜了 一盆菜了 挖多一點 你是下酒的吧 不要這樣 下酒 小朋友就 小朋友就喝酒 下酒是現在 現在這個藤袋 現在原來用油炸的 現在用油炸 但小時候我們絕對只用水煮 當餅乾類 當水煮 鮮甜鮮甜的感覺 我們還是讓它上餐之後 還是可以 真的嗎 對 連殼 我們把腳剝掉 它開始爬了 速度有多快 速度有多快 把腳拿掉之後 剩下殼 對 整體就是整個吃進去 我再來挖一隻大隻的好不好 我來找一隻大隻 我也很喜歡挖螃蟹 說起挖螃蟹 我也是個中高手 但絕比不上 震霸對挖螃蟹的熱情 看到洞不挖 就好像對不起自己一樣 感覺像是回到童年那個 貪玩的孩子一樣 我想是因為螃蟹太可愛了吧 這一個洞好了 今天是最後這一個 對啊 因為都沒有 都挖完了耶 好 來… 很深耶 天啊 太深了吧 有一點螃蟹好重 對啊 太深了吧 有沒有機會 在這裡 看 你看這一挖就知道 它在這裡 還好螃蟹不是像地鼠 你知道嗎 就是這樣挖旁邊 往一彈走 沒有 它看到了 有看到了 這這裡... 來 我們現在是考古學喔 有沒有 有... 有心得 有心得有沒有 把它剝開來 你看到的那樣子喔 這這裡... 這這裡... 沒有 這這裡考古學 有看到嗎 有喔 我先把這交給你了 這次很大隻耶 可以嗎 它又在網裡鑽喔 沒有 沒有 它挖出來了嗎 終於挖到你了 它會跑掉 它一定會... 這樣它一定會跑 沒有 它那臉 可能就兩邊 好 我們放到床 等一下 等一下我們要走 這個... 真的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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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是烤肉的吧 人家在鑽油 在鑽油 在鑽油 看到沒有 這顆... 這顆大... 台湾第一點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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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我本來想放你走的 妳夾我兩下 算了啦 把它放走好了啦 看一下你就好 夾什麼夾 妳看它的... 好酷喔 它眼睛... 它眼睛好透明喔 一般眼睛跳起來 是有點警戒的 警戒的 警戒的喔 警戒意味的 好 輕一點大隻就好 像不像一個標本 還有一隻 還有一隻 你打擾到人家 還有一隻... 還有一隻... 難怪它在那麼近的地方 好...讓它進去好了... 讓它進去好了 好 那麼棒了吧 好 這個就是我們在海邊人的那種 休閒娛樂 你看樂齒不平 它到現在還在挖... 還在挖 謝謝老闆 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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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這吧 我們要去收哪一根 那根最早的 你最早放的 希望不要跟螃蟹一樣 但它還是收螃蟹啊 看看是什麼有沒有 感覺沒什麼東西耶 很輕 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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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第二個 這個看有沒有 有 這個有 這是石頭 有... 感覺上是有的 我有聽它抖... 是不是 有嗎 沒有 我不要碰了 這把你收好了 你收了 給你收了 給你收好了 有嗎 有 這一次有了 有耶 兩隻 兩個隻 雙公 這是誰丟下這個 太厲害了 最後這一隻 這我丟的 這是什麼 而且不是常見的生命 這兩隻是什麼 一個是奇亞 這才是奇亞 這個都親蟹 親蟹 這也是親蟹嗎 對 親蟹它兩邊沒有尖尖的 母親蟹 那你怎麼把它拿起來 這鍋底 對 這隻 比較大隻的給你 這可怕 這很兇 可以喔 像他們 這裡好像有花紋的 對 他們那個 我們這裡本地人 他們叫花蟹 花蟹 它其實都是奇亞 這個比剛剛那個痛 這個防禦力很高 它夾起來 這棍子壓住它 這把就是這棍棍子了 它噴過去 它直接噴過去 你到底想怎樣 來 它翻過去了 這樣就在這裡 這樣把它抓住 它最後兩隻腳 好 等一下 沒有兩隻腳 好 這都是親蟹菜籍嘛 是嗎 有一隻母的 這隻是母的 這隻是母的 小時候這一隻是母的 有沒有 明顯的不一樣 有沒有 一個是尖尖 一個是圓圓 這也是你們平常 小的時候抓到 結果上來就煮湯 這個小時候說真的 比較沒有這一種 有這種是有削破塊之後 它才由來製作湯 小時候還是只有 但這個啊 但這個算是 已經是它最大隻了嘛 不是... 這樣還會再大 算小隻的還沒 算小隻的嘛 好啦 有看到就好了好不好 好 我們剛剛也禱告說要把它放回去 說到就做到 好 我丟回去囉 體驗過月牙灣的釣螃蟹 佩芸說下一個 要帶我們去體驗大鵬灣的養科人家 等等 大鵬灣現在根本不養科啊 我們現在就是在大鵬灣旁邊的 這個牡蠣園 這一整個都算大鵬灣吧 這裡 算大鵬灣旁邊的一個周遭 大鵬灣它就是本身是一個細湖 然後這是環灣道路嘛 然後在鵬灣道路的旁邊 環灣道路 所以就以這個道路進去那邊是大鵬灣 對... 除了這個道路就是我們大鵬灣周邊了 對 就算是南平這樣子 南平 OK 來去看看 看這裡有什麼 好 轉型觀光以後 原本大鵬灣滿滿蚵棚的景觀 就變成了歷史 於是原本的蚵農 就在改為細湖旁邊的養殖池裡 引進大鵬灣的海水 繼續養殖牡蠣 但這蚵架要怎麼養呢 走... 好 OK 所以往哪邊拉 往那邊拉 往那邊拉 第一個巷子 第一個巷子 轉彎 轉彎比較困難 轉彎試試看轉彎 拜託 這只是比較大一張的衝浪板而已 對...類似類似 你說哪個 這個喔 這兩欄 這兩欄 對 先把它拉上床 對 OK... 好 它兩個長得不太一樣耶 對 一個是大鵬灣野生的 然後一個是從雲家南養殖的 這個太明顯了吧 所以一看就知道什麼是野生 什麼是養殖的 真的嗎 真的 你搜搜看 我們上去說 好 上去 上去讓它拍 OK... OK 你知道這兩個很好分啊 好 這個是野生的 這個是養殖的 對 不是啊 你照理來講說養殖的 它的營養一定會比較豐足啊 對不對 是養殖的 那野生的在外面呢 可能現在的營養比較少嘛 因為這邊也是大鵬灣的水 對 這邊也是大鵬灣的水 它是屬於一個戲弧的概念對不對 對 它還是會有長退場 但長幅不大對不對 對... 它不會有新鮮的水源 就是水一直在換新的 對 沒錯 所以它裡面礦物質成分很多啊 是 對不對 沒錯 這個裡面礦物質成分很多 所以你講了講 所以養一養應該是比較大的 對 所以它是野生的 但是養殖的 為什麼養到這麼小 你看 這兩個差這麼多 這個如果說這個是養殖的 我覺得 你要不要拿一些重新養一養 你可以再回去放一下 所以還要再養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野生 這是我們大鵬灣這邊野生的 對 大鵬灣野生的 它的形狀其實滿漂亮的 對 而且其實可以看到 就是野生的它是比較呈現 不規則狀的 對 然後養殖的 它就是比較火圓扁腸型的 在原來我們大鵬灣的人 以前是靠養牡蠣 它的經濟來源是靠養牡蠣 對... 那現在呢 現在就是 剛剛有說到一部分 就是要去捕撈這些漁獲 然後像這個牡蠣 野生牡蠣 就是牠們去大鵬灣裡面採集 過來 讚養在這裡 讚養在這裡 對...這樣出貨比較方便 不然我今天跟你叫貨 你要下去採 然後再拉上來 對 我剛剛一直很納悶的是 這邊為什麼是用籃子的 我剛剛是用籃子的嗎 結果不是 是因為牠們去大鵬灣裡面 去收了牡蠣進來 對 然後讚養在這邊 沒錯 然後讓牠持續有營養 持續有化化 那出貨的話就直接 撈上來就出貨 對 這樣很新鮮 原來是這樣子的 時代改變 然後產業也在改變 你需要兼顧有的觀光 你也還是需要有一些 產品的傳業 哪一個是野生 哪一個是養殖的 這個是養殖的 這個是野生的 野生的 沒錯 我們先吃一個 野生的好了好不好 好 妳說牠會有一個脆度 對 蠻紮實的耶 蠻紮實的 養殖的是不是 養殖的 這個就稍微比較小一點點 對 沒關係 因為可能季節的問題 我跟你講真的有差 就是說野生它除了紮實 還有那個脆度以外 主要是它海鮮牡蠣的味道 它很濃郁 對 它的鮮味就完全是不一樣的 對 難怪大家都算要吃野生 野生的 但最重要的其實是 大鵬灣的水質 因為細乎它就是營養比較豐富 然後它鹹度又比較鹹 所以養出來的牡蠣 會感跟鮮味 會比較好 對 它就有一種像濃縮的概念 對 就濃縮起來了 但是現在哪來這麼多野生的 牡蠣哪裡來 牡蠣就是自然而然 這個蚵苗就會附著在那邊的 延遲上或是任何可以附著的地方 所以是我們要去採集的 對 是要去採集的 原來著名的大鵬灣鵝仔 都是野生的 但是野生牡蠣要怎麼挖 才能夠滿足市面上的龐大需求呢 這個我剛好有一個在地的 好朋友知道 有嗎 出外就是交朋友 全台灣各地 本人應該都還是有一些朋友 那今天來到了大鵬灣地區 剛好在大鵬灣地區 我們上次就交到一個朋友 有印象嗎 在船上釣魚 然後跟我岔賭 他輸了我五百塊 所以是用五百塊交到的朋友 今天就來找他 帶我們去這大鵬灣裡面 去找一些野生的東西 或者是找一些好玩的事情 走 坦哥 你好 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 大家還缺五百塊 你騙我啦 不是 你輸了嗎 我們打賭 我們打賭要釣到鴻竿 結果你沒有釣到 沒有 我們是誰的魚先上來 我的魚先上來 那這是狗母魚跟那個 鵬皮仔不算 對 你看 沒有 釣到這兩個要扣分 但它還是 好啦 沒關係啦 我現在這樣錢不是重點 那今天你可以帶我去 這附近哪裡玩嗎 我帶你去外地長生物 你不要再帶我出海 不… 做那種大船出去 小出海… 小出海而已嗎 好… 體驗 體驗我的船隻狗 船隻狗 鵰哥是南平半島的在地漁民 生態豐富的大鵬灣 就像是他家的冰箱一樣 只要有需要 就會開著漁閥去取點漁獲 挖牡蠣 抓螃蟹 釣釣魚 鵰哥說 這就是他生活的日常 我們到了 等一下 我要找一個工具 工具 什麼工具 你還需要什麼工具 不然你要怎麼做 對啊 好啊 來啊 這支給你 這支給我 對 這個 這是烤肉的吧 它等一下可以烤肉 真的嗎 目標魚是什麼魚 拿個骨子 骨子 有 鑽尾的嗎 這個要鑽上骨 鑽上來喔 好可憐啊 台湾第一店 因為我們沒有帶烤肉網 沒有烤肉 唉唷 水喔 好 其實滿淺的 好 腳下踩的地方 算是以前戲弧的一部分 不是戲弧 也不是戲弧 這是苛殼 苛殼 對 傳說是真的耶 苛殼 它全部都是苛殼 等一下我們要找的就是 這種野生的鵝啊 野生鵝啊 這個比較小 等一下我們抓大的 它小小的 可是它還不肥 我們來去挖 來 走... 走 你看這 腳下踩的都是 這裡... 你看... 你看有沒有 我看的 OK 它們蓋是開的 對... 它有一個孔 等一下... 哇 這是苛耶 它旁邊長的這個是什麼 那個是小淡菜 小淡菜喔 你比較小看這個殼這樣子 它殼這樣子 它裡面至少有大拇指大小的殼這樣 好吃 繼續找 人家在鑽油 你在鑽顆 看到沒有 這顆... 這顆大... 而且它真的是野生鵝 它上面的那個是不規則的 它完全就不... 因為它附著在所有其他的貝類 跟石頭上面 這顆有大 你超過的我先抓到 你剛才又沒說了 你如果有說的時候 一段而已我先抓到的 對不對 來 讓你來 好啦... 我割你五百元 都好我們扯平 好不好 好喔 可以喔 這裡啦 這裡有一顆大顆 真的大顆嗎 瘋啊 我就瘋了 現在我看不在這裡而已啦 我會刮 不會啦 再下去再下去 對啦 喔對啦 這顆我的啦 對不對 我就跟你搶它來 真的對不對 一目的是就有喔 大顆的啦 它在旁邊... 它在旁邊而已啊 我剛就有看到它打開來的啊 大顆的 你看 又是大顆的 我眼睛是不是很厲害 好 我們先處理這裡 好 我們先處理這裡 我看有肥嗎 我的大顆一定有肥的啊 不燙耶...不燙耶... 這野生子這樣上來 這太肥了吧 你吃看看啊 外面你不要吃過 不燙燙又Q又甜 還有一個... 脆 脆 它真的很脆 我就是在那天 我們講的那個 它脆 而且它帶了一點點 淡淡的甜味 因為它說 小一點 但是它的飽滿度 很不夠 對啊 我們一般來說 這個殼的大小 如果說我們在外面 只看到這個殼的大小 它裡面大概就只有這樣子 對 它只會有這樣子的大小而已 但是它這個殼大 它這麼大 它的邊緣浪費掉的殼很少 它全部都拿來生長它的殼 塞滿的殼 飽滿 對 這顆真的是 九分啦 我們算九分 真的 滿飽滿的 欸 最大的帆船耶 我發生什麼事嗎 好好吃喔 沒被騙 嗯 有鮮味 很鮮 體驗過蛙牡蠣 英哥又開著漁法 往溪湖的另一端走 他說大鵬灣的海水 非常的營養 捕撈到的漁獲品質 都會比其他地方更好 不信 等等你就知道了 英哥哥 要這裡要幹嘛 拿陷阱 拿陷阱 你放什麼陷阱 大籠子 蛤 這裡太大了吧 你是抓什麼 抓鮭魚喔 這個有時候會有石斑 蛤 還有螃蟹 還有一些魚 會進去 那你這個陷阱 你要公開嗎 公開沒關係啦 是不是 這是不是有什麼秘方在裡面 沒有秘方 沒有秘方喔 好好好 都抓到石斑了 還沒有秘方 你要拉嗎 我拉看看 那你確定我碰過 還會有東西嗎 欸啦 沒有紅甘而已喔 欸你怎麼這樣子 很重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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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鳳骨 欸 欸 我就跟你講 叫你不要讓我碰 沒啦 還有三個 還有三個 還有三個啦 要有信心 跟下雨一樣 我跟你講 你下一個千萬不要讓我碰 不要讓我碰 真的啦 我沒有騙你 老天喔就是這樣 幫我開了門 關了一個門 一定幫我開了一扇窗 他現在在關門 你知道嗎 好 一人拉一個 真的嗎 好不好 一二三 這裡有了啦 這裡啦 這是什麼 沒有 這裡一隻 等一下 這是什麼 螃蟹 這是什麼蟹啊 大公力 大公吧 超大耶 超大耶 可以嗎 可以嗎 大哥一點都在這裡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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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你會喔 蛤 你會... 你會耶 這個是自然反應吧 我沒有會耶 這只是自然反應而已啊 有了... 你會耶 我沒有 自然反應而已啦 臭屁 打臭屁 真的嗎 好運啦... 它很大耶 很大隻 可以吃... 這個算是幾年的 這個可以收了吧 還是要放回去 沒有... 不可以放回去 不要啦 真的嗎 不要放回去 不要... 確定不要放回去 沒關係啦 公的 沒有啦 確定嗎 不要... 這算大了喔 你也講誰嗎 沒有啊 這是... 這個大小可以收了 可以... 這個大小算可以收的 一斤... 一斤可以 那這個放回去會怎樣 就... 做公的而已 我們幫他... 幫他做公的 好啦... 這是你的 你自己決定 還有一個是不是 還有... 還有兩個 喔... 這裡... 兩隻嗎 兩隻... 兩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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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有算大嗎 小啦 這個放回去好了啦 好 這放兩隻啦 這太小了啦 一百一塊兩隻 我會很害大耶 等一下... 我先抓這一隻 我先抓這一隻 你腳趴下來 我來我來我來 你會嗎 不是啦 太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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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這一隻 好 這一隻 倒出來了嗎 你最高紀錄 曾經抓過幾隻 出去了... 出去了... 你最高紀錄 曾經抓過幾隻 一百多 這兩隻不一樣耶 這兩隻長得不一樣耶 這隻母的 這隻母的 這個鑽處女巡 處女巡 這個呢 鑽紅巡 這紅巡 紅巡 因為他一定... 交配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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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會... 交配過叫紅巡 沒交配過的就是處女巡 比較白 比較白 他的顏色也會不一樣 也深 他比較黑 他會比較白 真的喔 誰想要避紅巡 來 手來 這個太小 手來直接夾在身上夾了 你去看看 沒有啦 這不夠膩 這沒有啦 沒有... 這沒有肉 這沒有肉 軟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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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好啦 放我回去喔 好啦 這個... 等一下... 嘿 放我回去 你確定你還要再約我釣魚 可以啦 確定嗎 有信心 我也有信心 這我的地盤 500 一直... 要算尾的嗎 這個要算尾的 先上來 好 先上來喔 先來啊 他長得怎麼這麼像河豚啊 看看有沒有堵物 沒有堵物 但是為什麼我們在後面 都沒有吃過這道菜啊 不可能... 好像蒼花 怎麼不可能 對啊 這個就是它的腸跟桿魚乾 沒有腸應該是魚乾啦 這個魚乾啊 這個好好吃喔 有像白帶喔 有像白帶 台灣第一點 進來啊 沒有啦 嚇人耶 要比賽開始的喔 要先的嗎 要比第一尾 比第一尾就好了啦 目標魚是什麼魚 三角瓜 它算薄皮魚的一種 它的吃會怎麼吃 會這樣倒下去啊 對 馬上下去 要信了我就對了 你不要來靠我這邊啦 你這個人怎麼這樣 有在咬嘛 一起釣嘛 有喔 你也有 有啊 你在拖耳 有了 有在吃了啦 有在拖啦 怎麼說要拉啦 你手一下 試試看啊 喔 沒有 很騙我 來吧 我是在拖吧 在拖 小隻的 它最大會有多大 多長大 多長大小 沒有人作弊的啦 沒有人作弊 丟一點過來 丟一點過來 你不要丟蝦殼啦 我剛剛就丟蝦殼啊 你丟蝦頭 你丟的是蝦頭 待會兒我沒看到 我沒看到 你怎麼沒有 流水高的時候 還帶我來的 等一下 要到了 不是啦 好可憐啦 好可憐啦 你不要釣 你不要釣咧 我沒有啦 這要丟回 這什麼魚啊 那個 點字 點字啊 它後面有一個點 這算好魚啊 這樣太小了 太小了 把它弄起來 這樣五百塊不中 你等著就有 五百塊就不中 沒有 它太小尾了啊 你丟下去就沒有算了 不行啦 它太小尾了 一樣要算五百嗎 要啊 照算啊 對不對 好可憐 好可憐 我又來在看 有沒有 我又來在看 還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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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 撕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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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在後撒傘 真的有差千五百嗎 唉唷 阿妹 欸 它有跟上來了 你有看到那個反光 你有看到那個反光嗎 我去看看 你有沒有看到那個反光 一千的嘛 我拉起來就 反光沒勾到它 你哥哥 我也來啊 你看我的啦 你看我的啦 你看我的 你看我的... 我準備囉 不是啊 你剛剛不是釣那邊的嗎 它會流過去啊 流水道啊 你吃喔 是這樣嗎 第二塊啊 一千的啊 我來了... 我就在吃了 我會在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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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中間應該去看看 有啊 很入 有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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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沒有... 千萬... 你請我五百... 你請我五百... 你剛剛... 這是目標語耶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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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 它長得怎麼這麼像河豚啊 像豚內 豚哥 那它有沒有賭 沒有賭 這一般你們以往叫... 像巴皮魚也是沒有賭啊 你們... 對啦 你們以往... 抓釣這種魚都拿來幹嘛 它可以吃 可以吃喔 它好吃嗎 問題是 好吃像... 像什麼 口感像白帶魚 口感像白帶 對... 像白帶魚 它很酷喔 我現在手上第一個 它背棋的腳有沒有 是硬的 它是骨頭 這兩隻是硬的 它這三個腳是硬的耶 它這腳是不會動的耶 你看 它為什麼要有這個腳啊 好妙喔 防疫啦 防疫啦 像像大魚咬到它 它會撐開 那它現在為什麼不會撐開呢 它有撐開啊 你這樣放著它會站起來 會站起來 它會站起來 你是說怎樣 放平面那邊會站起來 這樣站起來 對 它不會動了 它就這樣 真的耶 真的耶 嘿 你長得好好笑喔 三角菇 我覺得平常你們也會這樣 掉來就吃 它是用什麼料理比較好 三杯 三杯的 三杯料理 清真也不錯 但就這麼小 其實就多一點三杯 它肉很多 真的喔 肉很多 它沒有怎麼刺 不是 它的肉在 它的肉 它的只是都是刺而已 它的肉 你自己碰的 不是我碰的喔 是你碰的喔 這一尾不算 好 再來一尾 來 用 小的肉 小的 小的喔 你把它弄下去 沒關係啊 太小了不是嗎 你不是說八長大 那個只有半隻 半隻手掌而已 最大就這樣喔 你為什麼不早講啦 你把它弄下去 是要怎麼說 等一下 你給我也要弄下去 真的喔 我中了一尾才給你弄 這樣都不要這樣 差一點 差一點 有的前天 我帶人家來回家 我可以 不要再說話 這尾的時候都不叫 你看 妳是... 不要這麼說話 那個不可以 有 有 有 你先拿去 那我會有的 沒有啦 這我第一尾的 拜託 你有的啦 不要緊 你的在吃了 來 不要嚇人好不好 這個還沒有嗎 有了 有了 來 紅甘來 你看 紅甘嗎 所以 這個就是我們 以往住在大方旁邊 在幸福周邊的居民 在過的生活房子 對 也就像你這樣 靠山吃山 靠海吃海 靠幸福就吃幸福裡面 好 那我現在怎樣 回去處理你今天的 螃蟹 對 好吃 我們扯平 還有五百塊嗎 沒有啦 你五百塊要老的 大鵬玩老多久 一段悠閒的上午 一批滿載的疑惑 這樣的一天 對南平人來說 只是日常 卻是多少人 夢寐以求的生活 我想這也是讓 原本當主廚的 應哥回鄉的原因吧 反而讓他 能夠用在地的食材 做料理給更多 遠道而來的朋友品嘗 這兩道菜你知道我最想吃 哪一道嗎 這一道 對啊 一般人都會想要吃 大沙公這樣 沒有沒有沒有 很澎湃 但是我最想吃這個 因為我沒有吃過 這是我完全沒遇過的食物 而且是這樣料理 你說它叫什麼 三角菇 它的臉 看起來 有的 很好笑 它長長的 你吃看看 你吃吃看 你沒吃 有像擺帶對不對 有像擺帶 我覺得你說對了 台灣第一店 超像白帶雨再來 你這道料理的方法 我很喜歡 你用三杯的方式處理它 你用的那個麻油香 好吃耶 而且沒怎麼吃 它就是背起兩邊 它中間就剩下龍骨那條翅 其他都沒了 你看它會這樣 它就剩下這樣 一個骨頭在中間 其他都是肉 這個好好吃喔 有像白帶喔 有像白帶 而且比白帶好吃 比較不會像白帶那麼軟 它沒有那麼軟 這個還不然它有正常 你錶 你錶吧 你錶就這樣 對啊 它是好吃的魚 但是不好處理 像剛剛我們吃到那個 原那個就是蛋 我吃下去就是蛋 那是蛋 這個就是它有腸跟肝魚肝 沒有腸應該是魚肝 魚肝 這魚肝很好吃耶 所有的唇類魚肝 最好吃 最好吃 真的很好吃 但是外面 為什麼我們外面 椰肉很狡 對 但是為什麼我們在外面 都沒有吃過這道菜啊 不可憐... 好像吹我 太可憐了 對啊 我從來沒看過 在其他地方 你吃啊 你吃吧 我看膩了 你怎麼好好吃喔 我天啊 這個我幫你剝啦 這個我幫你剝啦 你怎麼好意思啦 沒關係啦 沙公 達公 沙公我的房子也比較好 不一樣啦... 跟你出去玩是一種享受 能夠吃到你做的菜是一種幸福 真的 哇塞 有像干貝 哇塞 對... 有像干貝 野生了 它整個那個味道 但是我說實在大坡飯裡面的水 營養的濃度 所孕育出來的海鮮跟裡面的生物 我覺得真的滿不一樣的 從四隻蚵開始 吃蚵粒開始 到裡面的 到裡面的貝類 到裡面的蟹 它的那個濃縮的程度 就好像你曾經吃過了沙公 你一定吃過沙公 你就都會吃過它那個肉 你已經覺得這就好吃... 但是如果再讓我吃到這個 不會再回頭去 回去喜宴 我看到它都不會包了 一樣啊 一樣跟我們一樣 對不對 也都沒有差很多 但是也要你們才有辦法 因為大坡飯它這邊是限定 是禁服 對啊 就帶進去 只有你們可以嗎 因為你們是主政主長 這裡就是我們台灣說的 台灣就是台灣雖小 但是五臟俱全 你去到各個城市 各個鄉鎮 你都可以找到 屬於那個城市跟那個鄉鎮的 味道和元氣 如果你來到大坡飯 打電話 不要打 不行啦 我打電話你要接 好 OK 等一下留一個 喜歡嗎 記得按讚加訂閱 台灣第一的 開啟小鈴鐺喔